这种事啊 咱们这早就有 因为我一个很好的朋友 很好的朋友呢 还不止一个朋友了 我想起两个人来了 还有一个还是有一定名气的人 我都不能不好意思说他们的名字 他们干了一个什么事呢 就是给一个名作家 把这个名作家 还与这个名作家有关的 这个一些谈话 谈到这个作家的 甚至于一些婚姻 一些这个经历的坎坷的 曲折的这样一些事情呢 变成一个呀 就是这个作者呢 和这个名作家的谈话 我这话挺绕说 明白了没有 他没有编造任何事情 全部都是从这位名作家的 这种话 这挑一句挑一句 但他本人没见那个名作家 也没有跟他谈过这个话题 那后来把这两个名作家 都是老作家 有一个都打了官司了 另外有一个就告到领导啊 告到什么反正都弄得非常之不愉快 所以你 因为我现在我也碰到这种情形 比如一个记者找我说要想搞一个什么采访 我也非常的忙乱 我说你这样你给我发个email吧 我给你答几句 我答几句我答的又很简单 这记者发表的时候觉得内容太少 所以他就到处找 这个报上等着我还说过这么一句话 到底是不是准是我说的 但他都有根据 没有一个是他编的我可以肯定 然后最后变成了一个他对我的访谈 他出来办版 这种事我可见过的多了 我现在会说 可是你对于受贡来说 你对不起 对对对 这个我现在觉得这划分两头说 一方面来说呢 有些个少数吧 是心存恶意的 因为他是为了这个炒作呀 或者为了有些就是搞刀搞臭你呀 或者为了华正取宠 这个就就就不说 对吧 这个不说 我要说的是另一个感觉 我就王老师讲的这个 我就觉得在我们这个社会里 好像粗线条的人很多 你有的时候不知道 这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个国家人口太多了 你比如说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比如在香港 你就会感觉 他是这种资本主义发展多年 个人的界限 权力的界限 隐私的界限 你甚至可以说他冷冰冰 但是呢 他对于比如说冒用你的名义 好像就是说引用你哪一句话 他知道这是分分钟要负法律责任的 甚至于比如香港的这个记者 你发现没有他报道所有的法庭的案子 用一种很奇怪的问题 他就比如明明说是往往杀了人 他偏偏就是说某人某人 因为为什么只要这个官司法院没有判下来 对对对你媒体不可以 知乎其名 说他有这个罪 甚至他到了什么地步 就是说 他指控已经这个名字已经公出来 在他做结论之前 判断之前 你必须要加上他被指控杀人 你绝对不能说他杀了人 这个结果不能再签 现在台湾和大陆都是说涉嫌 涉嫌杀人 涉嫌责任人 他这个粗线条的我也特别有感慨 我说这个粗线条 甚至包括你跟你自己的一些朋友 你都会有这种感觉 就很多话都属于 就是说说了矫情 不说憋屈的这么一个东西 就是说你看 如果我用你个名字怎么了 对吧 你又觉得好像是我要叫这劲 可是你知道就是社会越来越发展 一切都变得很细腻 人与人 包括你看现在下面邻居和邻居之间的界限 他你什么是你的隐私范围 就是你要是在这个 比如说像美国我估计 那就是划分的非常清楚 非常非常细 包括作家的姓名权 对 修相权 对 这个 我这举一个最近的例子 就我这前一段 这两边说啊 一边是在在这个 呃就是中国的一个 还是我也不能说这个杂志的名字 反正是很有名的一个杂志 他做了一个我的一个一个采访 很短的采访 结果发表出来之后 我看里边全 就那么大两两页纸的一个文章 有无数的事实性的错误 很简单的错误 他只要打一个电话 在他发稿之前 跟我确认一下 这全都可以说清楚 我看里面很别扭 比如说有些东西 就好像我自己在吹我自己一样 比如说那个事实性 我怎么怎么样 实际上是他他记错了 你知道吗 就毛口道 而美国那边就系到了另外一个 就我也在美国的杂志上发一篇文章 结果这我都不好意思 我里边引的任何一句话 任何一个人他都要对证 他这个杂志里边专门有十几个人的一个查证科 这些人就他真的叫查证科 他对中国人都不能想象这个 但当然就是他一他也是著名 他怕打官司 就这纽约克杂志吧 他结果呢 他就要把每一句你引的话出处 这个人跟那个本人他要对证 你说过没有 当时你说过这话没有 然后你引的哪个书的出处 他去查那个书 这你引的那个书对不对 到这种地步 刚才温涛你说那话 我听出这么一点味来 因为因为我常常是这样处理 我也不严格 为什么呢 我们咱们这个中华文化呀 咱们强调动机 强调情勉 不强调事实 比如说你这个 第一 一个我根本没有接受的采访登出来了 我一看 全都是说我的好话 而且是帮助我卖一本新书的 那里面有些事实不准确 不准确 不准确吧 是不是 这一看就是一个小哥们写的 是不是 你对他没有反感 对 没有反感 如果他是骂的 是不是 骂的我也不生气 为什么 骂的我觉得他骂挺好玩的 我真能编 或者干什么 我也不生气 就我们缺少一种什么 就是对事实的 叫他这种查证的精神 对 我不管你是好坏 对 你完全是好心 我没有的好事 您不能往我头上 对 不能头上带 对对对 另外你哪怕说是我确实做了一件坏事 但是我做了一件坏事 你不能说我做两件 你说我做1.01件都不行 对 咱们缺少这种准确 就是1是1 咱们往往是先分析他的动机 而且我甚至就原来我对那 我说那个老作家打官司 这文学界好多人都不以为人 说你这打什么官司 人家目的都是为了吹捧你的吗 尊敬你的吗 所以才是人家尊敬你 怎么最后这个 好像说拍马屁 啪个题子 我觉得这是不是 联想到一根民族性的不同有关系 不关系 就以前比如说像李李唐 他们一代就分析过 爱分析国民性 比如说法国人是怎么浪漫 中国人怎么着 美国人较真 英国人更较真 他有一种 然后你这种较真以后 就出现一种理性的 逻辑性的人格出来以后 他后来发展出来一系列的东西 而中国呢 他认为其实这种模糊 有一种模糊之美 所以中国是一个诗歌的民族 他不善于科学 他不是一个模糊之美 还有一个就是 有一次我们跟梁文道 谈台湾的时候 他说就是讲情义 对 我就说岂止是讲情义 讲情面 情面非常重要 对对对 比如说这个 大家都是很好的朋友 都是这一行的 没有任何的过节 人家编了两段 你编两段 那么这是咱们模糊到的 情义和情面都分不清了 就模糊了 对对对 最后来讲情面 没这事 就你们说这个这个微博这个 我自个都糊涂了 我说这微博 哪出了一个王猛的微博 我还说你怎么这么新潮啊 又跟着微博了 某老师这微博成不是他微博了 成他牛角尖了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真诚永恒 周大福 灵感来自五千年文明 激情来自万里河山 文化传心火 十更闯未来 五夜神 让大海见证我们的幸福 这是女人一辈子的梦想 今天梦想成真 或许这是前世的约定 幸福就在离海最近的地方 我的国度 我的第二人生 亚居乐海南清水湾 海景公寓 独动全球发售 我觉得我小时候看过一本书 它是翻译的名字 叫什么群己 什么什么论 所以我就会很深的印象 我觉得是不是文明社会的一个 一个尺度啊 就是说群 什么是属于群体 集体 什么是属于个人 是这个界限越分明 越准确 精确 这就是意味着人走向文明 对对对 是吧 这其实就是严富 他们翻的那个群体 对就是实际上是从西方的名词过来的 其实我们本来不不太讲 现在这是一个情面呢 能把咱们仨 比如全裹着一个气场里 这里面就没有特立独行的人格 就说你人怎么这么矫情 你跟我们想的怎么就不一样呢 对 我们都不计较 刚才建英说那个 我觉得也很重要 它和咱们这个 就是文化的侧重点呢 还是有关系 这个西方的文化 它比较有一种呢 就是什么实证主义啊 科学主义啊 它是有这个传统 因为我们在讨论这件事 有没有的时候 这个和道德无关 对 你认为有 我认为没有 那是由于你的观察 和你掌握的证据 掌握的材料不一样 并不是由于你 你跟我过不去 是不是 一个苍蝇飞过来了 我看你是个苍蝇 你看这是蚊子 那这里都没有任何道德的神奇 对 但是它在中国